成长的力量,每一次失败都是通向成功的阶梯。 约翰·杜威,张德韦,美国哲学家、教育家,他说过,教育不是为生活做准备,教育就是生活。杜威认为,成长是通过教育和经验不断进行的过程。 学习和教育本身就是生活的核心部分,成长不是一次性的,而是贯穿一生的。 弗里·德里希尼采, Friedrich Nietzsche,德国哲学家,他说过,你若想得到智慧,必须忍受痛苦。 尼采强调,真正的成长往往伴随着挑战和痛苦,通过面对和克服困难,人们才能获得智慧,并在个人成长中取得突破。 卡尔·荣格,卡尔·云,瑞士心理学家,精神分析学家,他说过,一个人不能带给别人光明,除非他自己先经历黑暗荣格认为。 个人成长源于自我探索和内在的反思。 成长的过程往往需要通过面对自身的阴影和内在的挑战,才能达成内心的成熟与平衡。 拉尔夫·沃尔多爱莫生,Ralph·沃德·艾尔森,美国作家思想家,他说过,自信是成长的关键,因为它让你敢于行动。 爱莫生指出,成长需要通过行动和体验来实现,而自信是促使人们敢于探索和迈向新领域的动力。 只有相信自己,才能不断突破自我,获得成长。 马哈茂德·甘地,Mahatma Gandhi,印度民族运动领袖,非暴力倡导者,他说过,成长是通过服务他人,而不是通过自私的追求来实现的甘地强调。 个人的成长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,而是通过帮助他人,为社会做贡献来实现的。 通过服务,个体能够达到更高的道德和精神境界。 亨利·大卫·索罗,Henry David Thoreau,哲学家作家,他说过,每一个种子都会生长,正如每一个人都会成长。 索罗将人的成长比作自然中的植物生长,他相信,每个人都有成长的潜力,只要给予适当的环境和时间,个人的发展和成熟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过程。 乔治·桑塔亚娜,Jorge Santiana,哲学家,作家,他说过,那些忘记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。 桑塔亚娜提醒我们,成长不仅是面对未来,还要从过去的错误和经验中学习。 通过理解过去的经历,个人才能避免重复同样的错误,实现真正的成长。 玛格丽特·弗勒,Margaret Fuller,美国作家,女权主义先驱,他说过,成长是女性和男性的共同使命。 弗勒认为,成长不仅限于个人的性别,它是人类共同的目标,每个人都应通过教育,理解和自我发现来实现内在的成熟与发展。 超越性别的限制,西格蒙德·弗洛伊德,Sigman Fried,精神分析学创始人,他说过,成人的幸福源自于儿童时期的成长经历。 弗洛伊德认为,个人的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童年时期的经历和心理发展。 童年时期的成长会深远地影响成人的性格,行为和幸福感。 阿尔伯特·爱因斯坦,Albert Einstein,理论物理学家,他说过,学习知识不是为了增加记忆,而是为了训练思维方式。 爱因斯坦强调,成长并不仅仅是积累知识,更重要的是通过学习,培养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的能力,真正的成长在于思维方式的成熟和深刻。 维克多·弗兰克尔·Victor Frankl,精神病学家纳粹集中营幸存者,他说过,生命的意义不是寻找安逸,而是通过痛苦中获得成长。 弗兰克尔认为,人的成长常常是在面对逆境和困苦时实现的,通过经历苦难并找到其中的意义,个体能够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和内心成长。 托尔斯泰·Leo Tolstoy,俄国作家、哲学家,他说过,真正的成长源于内心的改变,而非外在的成就。 托尔斯泰认为,个人的成长不是通过外在的财富或地位体现的,而是通过内在的自我反思和精神升华。 成长是一种内心的转变和道德追求。 埃里克弗洛姆·Eric Fromm,德国心理学家、哲学家,他说过,成长意味着实现自我, 并摆脱依赖他人的束缚。 弗洛姆强调,真正的成长在于个体的独立性和自我实现。 通过摆脱对他人和外界的依赖,个人才能成为真正的自己,并在心理和精神上实现完全的成熟。 这些学者的名言展示了成长的多面性。 成长不仅仅是通过知识的积累和外在的成就来实现, 更是通过自我反思,面对挑战和理解过去来完成的内在旅程。 成长是一生的追求,伴随着个人的经历、信念和行动,不断走向成熟和智慧。